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1奥处自上时以来一直没有怎么降价 价格从来没有低过5000元 小米极力试图维护它的高端品牌溢价能力 价格管控很严 而在近期关于小米12奥处的消息不断 有媒体曝光消息称 该机发布会暂定5月份 届时将会改用新一代的骁龙8真一芯片 相对比三星4纳米工艺 台阶电4纳米工艺将更加成熟 提升性能的同时还能有效降低处理器功耗 真是一举两得 除了强大的性能之外 小米12奥处将打造索尼定制镜头 首次联名相机巨头来卡 从曝光的手机可找看出 后盖超大圆环镜头ID 承载着小米冲击高端手机市场的梦想 价格可能超过6000元 新奥交替之下 旧款小米11奥处价格开始松动 毕竟发布已满一年时间 同年份的iPhone12降幅达到1000元 小米这边也没必要继续藏着 将它的价格直接下调1500元 也就是说大家花一台小米12的价格 就能买到当年的安卓之光了 目前到手价为3998元 为了给小米11奥处造势 雷军也是亲自下场 转发了小米11奥处的宣传视频 并且称它是一款让人过目难忘的安卓饥荒 Tiger认为并无夸张成分 相对比友商旗舰 小米11奥处的辨识度直接拉满 它是唯一搭载富屏设计的骁龙888手机 让它看起来极具科技感 富屏虽然对手机性能没有提升 但可以带来玩法上的升级 大家可以借助小米11奥处的后置镜头完成自片 画质将上一个台阶 同时 富屏还能显示时间 天切和消息等 无需亮屏的情况下 也能查看重要消息 不夸张的说 就单单这一块富屏 价格比普通骁龙888手机贵一千都不过分 小米11奥处自取安卓之光 顶级的硬件配置肯定是少不了的 全球首发5000万像素超大抵主射GN2 这是期间为止最大的手机SIMUS 单像素达到1.4微米 四合一之后可达2.8微米超大像素 配合小米自然的夜相算法 夜派实力有了明显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小米11 Ultra还支持120倍数码变焦倍数 凭借豪华的相机模组 最终在DOS Mark中斩获143分成绩 时隔一年仍是DXO榜单前三名手机 除此之外 小米11 Ultra还支持5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 支持67瓦超级快充 屏幕分辨率高达2K级别 支持EB68防水防尘设计等 除了处理器落后一代 它的硬件实力依然要比新款小米12好上不少 但价格却差不多 因此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台拍照实力更强的小米手机 Tiger认为小米11 Ultra入手价值比小米12更大 它唯一缺点就是手感较为笨重 毕竟是陶瓷机身设计 重量超过了210克以上 在今年已经发布的一众旗舰机中 长焦镜头的缺失让小米11 Ultra的影像实力力压群雄 作为主打影像能力的11 Ultra主摄用了一颗50MP一分之一 12英寸的GN2传感器 两颗48MP IMX586分别负责超广角和5X前往长焦 但从配置上来说 绝对堪称豪华阵容 实际体验下来也确实没有让人失望 在拥有5000mAh大电池的配置下 小米11 Ultra还同时拥有67W有线和无线快充 这个组合即使是现在 也依然是第一梯队水准 对于有续航焦虑的同学 完全可以放心 另外 小米11 Ultra作为小米冲击高端之路的核心产品 无论从做工 配置还是定位上来说 都是妥妥的旗舰标准 比如AP68目前在3999元的价位 几乎找不到第二款手机 小米11 Ultra这一波降价确实真香了 目前仅这波降价在电商平台上已经卖出了6万多部 果然价格合适 消费者自然会买单 二开旗舰屏幕 长焦镜头 AP68防尘防水 还有玻璃机身温润细腻的手感 即使是自家的小米12 Proof 在它面前也显得逊色 再加上背后纳快及辨识度和实用性与异深的复评 即使放在2022年众多旗舰机中 也是最亮的载 如果你喜欢胎照 那么小米11 Ultra是目前4000价位最好的选择 可以趁着这次米粉节大降价入手了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